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昨天尖沙咀衝突時 大家看到有三個示威者 最後被揭發 原來都是警察假扮的臥底 最後據聞被人發現 揭發了 問題就是 然後昨晚開始有鬼帖 即是有鬼的帖就出來了 那些鬼帖是說什麼呢? 就說 現在真相大霸 什麼真相大霸 原來那些衝擊 那些釘磚 總之那些暴力行為 原來全部就是那些 警方假扮示威者所做的 現在真相大霸 這裡我想說 屌你老母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幫幫忙 再看到這些說法 這些報告 在全部網上屌尺他 你一定要屌尺他 因為他是直接抹黑 將所有 將由上個月到現在這兩個月以來 所有前線 勇武 抗爭者 全部一路 抹黑 成為 就說他們原來全部都是 警察臥底 假扮 喂 大哥 你要屌爆這些事情 我想說 如果不是 這場抗爭就完結了 因為如果這種思想 或者這種觀念 真的深入了民心的時候 日後每一次在這個前線 一旦有人要攔路 要戰領 搬鐵 等等 然後立刻 在場的人就說 喂 你是不是警察來的 這個無間道來的 因為開始要做一些比較升級的行動 然後立刻就說 不是 這些全部就是警察 自己自編自導自演 那些全部蒙著臉 開始搬鐵 扔磚 或者放火 全部原來就是警察 這些觀念 如果萬一散播開去 就死定了 整個抗爭真的會完 所以大家真的幫幫忙 在網上見到有些人 再散播這些消息 真的幫忙 因為這個是直接 真的會解散整個抗爭的 我肯定直接會解散整個抗爭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幫幫忙 幫幫忙 我自己都會 媒體都會揭力地去 打殘這些鬼post 這些肯定又是解散軍 阻造出來的 但我想說這件事是巧妙的 因為它又是利用了 一些民眾所知道的事實 就是昨晚真的有三個臥底 探戀假扮示威者 他就是用了這件事的事實 然後就把它去演繹 其實怎樣演繹呢 如果有另一個大家收到的 WhatsApp 送信在這裡 應該看到了 就說 有Fat Check 是Fat Check 他寫Fat Check 但我不知道他怎樣Fat Check 他就說這三個臥底 在上個月開始已經潛伏了一段長的時間 每次都在前線那裡扔磚、衝擊等等 引發各類的衝突 其實就希望引致民意逆轉 希望製造這些暴力的畫面 場面 令到民意逆轉 令到那些人不敢再做一些暴力的行為 令到市民就會唾棄 或者放棄這一批暴力的示威者 但其實這樣看的時候 你知道一個很大的破綻位 就是說 由六月以來 無論那個暴力怎樣升級 那個民意是從來沒有逆轉過的 包括就算有人說 7.1衝擊這個立法會 當時有些人都說 這個民意會不會逆轉呢等等 到後來包圍警署 扔磚 扔垃圾玻璃 放汽油彈 是沒有逆轉過的 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時候 那就應該那幾個臥底 一早就已經瓦解了整個抗爭 但每一次那個暴力升級 相反 是越來越多的市民 是支持示威者 是支持抗爭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一次都見到 林鄭月娥政府 我們每一次都見到這個黑警 甚至黑社會 他們是不斷提升那個暴力 是不斷說謊 警察假扮抗爭者 這一種的論調成立的時候 其實反過來 泛民就假扮這個林鄭 泛民就假扮這個黑警 泛民就假扮這個黑社會 去提升他們那邊的暴力 從而激發更多的香港人上街 如果剛才那種臥底論是說得通的時候 那你應該要相信我剛才說的論調 當然不可能 但是你又見到那批的左膠 解放軍就立即利用昨晚所發生的事故 嘗試去抹黑整個勇武抗爭的行動 是希望在日後往後上街當中 當有人見到又扔磚 又去圍貼 又去做衝擊的時候 就希望市民就會聯想起 這些會不會是警察呢? 會不會是臥底呢? 他們就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要幫忙 一定要打殘這些左膠 打殘這些解散軍 還有這一類抹黑的姿勢 會是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